歌手奇景岳于今年5月与村外男友结婚 不久后一阵时双喜临门 目前已怀有6个月的身孕 他在受访时 分享了和老公的爱情故事 他偷偷当初会认识老公 其实是因为想找人分担房租 恰好男方有意愿合租 于是两人直接共不三次面 就变成了同居的关系 在确认恋爱关系之前 对方就时不时做出贴心举动 因此他也逐渐被对方的贴心温柔所打动 男人确认心意后不久就步入婚姻的殿堂 期间被问及两人吵架最严重的一次 男方则透露某次受不了 奇景岳每天都吃鸡排 男人才为此吵了一架 对此奇景岳也表示怀孕至今 还已经胖了10公斤 原本还想坚持做家务 没想要近期腰椎和尾椎 近时开始时不时的疼痛 每走一步路都会痛一下 所以只好躺着好好收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